欢迎您收看《突发奇想》 我是安又齐 中国传染病学专家钟南山声称 他预估武汉肺炎的疫情 四月份就可告终结 不过在二月份的时候 会先到达疫情的高峰 但是真的有这么乐观吗 今天传出来 据说是中国火神山医院的内部人员 冒似对外透露 每天在火神山死亡的患者人数 就高达两三百人以上 送出去的大体 更至少都有两百多具 甚至大体送出去之后 病床马上又被占满了 而且还有中国的纺织企业 也对外声称 他们现在不做衣服了 也不做口罩了 做什么呢 做尸袋 这个业者说 因为中国政府下定了一百万个尸袋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的恐怖呢 中国政府难道已经放弃 武汉肺炎的疫情了吗 而反观国内 这个资深媒体人赵绍康说 台湾的防疫工作做得好 那是因为蔡总统的运气非常好 不过今天呢 民调就狠狠打脸 按照ETTraday的最新民调 对于这一次政府的防疫工作 感到满意的 竟然高达八成以上 这个数字呢 非常的吓人 但是政府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 像昨天陆委会 突然呢 书面宣布 说要这个开放 陆配子女来台的一些措施 结果呢 被网友骂翻了 两天内几度的这个转折 最后呢是由卫福部长 陈始忠出来定调 这些这个措施呢 通通撤回 反正呢 就是以中华民国籍为优先 防疫就是 当然要以国人为优先 那陈部长呢 甚至呢 还放重话 说这一些人当初不选择 中华民国的国籍 你到底要怪谁呢 而另外呢 钻石公主号 现在也传出来 竟然上传检疫的 这个日本的这个检疫官 他呢 全程戴口罩跟手套 居然呢 还感染了武汉肺炎 这当中到底出现了 什么样的状况 怎么会这样呢 等一下呢 我们也会来请教 我们现场的美女医师 请她来为我们解答 好 先为您介绍今天的来宾 首先欢迎资深媒体人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郑培芬 大家好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博益 大家好 嘉一科医师陈兴梅 大家好 人家文本作者周伟航 大家好 财经专家许青黄 大家好 大家好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关于中国武汉肺炎的疫情 现在真的像中国所说的 疫情有趋缓 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难道到现在 这个习近平还在玩宣传战吗 好我们看到共产党说 病毒不可怕 只要你相信党的话 而且习近平呢 前天呢 首度的戴口罩呢 来献身 巡视北京的这个防疫 官媒呢 是把它给捧上天了 可是呢 有尝试的网友呢 都抓包说 天哪 俄温枪居然去量 习近平的手腕 这是哪招啊 而且呢 习大大呢 去视察北京的防疫工作呢 这个口罩呢 也没有按压 这个金属线条 根本就是这个错误的示范 中国网友都质疑啊 难道习近平身边 都没有人 可以提醒他 正确的口罩 是怎么戴的吗 好另外呢 就是这个官媒 是怎么赞美习近平的 尽管习近平这么的 烂裁啦 官媒还是说 你看看 我们的这个领导人 为了打败病魔啊 他的现身 真是注入了强大的信心和力量啊 而且呢 现在呢 竟然还推出了这个样板 外界都批评 方舱医院呢 根本就是等死的集中营 可是呢 为了洗白这个臭名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位声称是 方舱医院首批出院 这个患者 他呢 就对外呢 接受访问说呢 你看我在这个方舱医院里头 吃好 睡好 还玩好 在家里头都没吃那么好 我还担心 我住方舱医院会长胖呢 住进来之后 我都不想走了 你信吗 好另外呢 为了这个对抗疫情哦 中共呢 也推出了各式各样的这个政策 可是呢 习大大呢 不以为然 他说防疫一些限制性的这个措施太过 已经损害了经济 所以下指令呢 要全力经济复苏 而且呢 因为习大大讲说 限制性的措施太过 所以呢 今天的最新消息呢 就是中国呢 比较小的这些乡镇呢 中间的这个封路的措施呢 通通要取消 所以呢 现在怎么样 人命 这个不用管了吗 而且呢 广东省也紧急立法 说广州深圳呢 从现在开始可以征用私人财产来抗疫哦 有网友就不以为然的说 这就是合法抢财产呢 哇 广东关要发财了吗 好 另外呢 武汉呢 现在的有四类人呢 要集中管理哦 官方也喊出了 一个人都不能够漏哦 好 四类人是哪四类人呢 就包括了 你发烧 还有疑似 还有确诊 还有跟这些确诊病例呢 有接触过的人 通通算四类人当中哦 那国务院的副总理还说 现在啊 宁可床等人也不让人等床 每一个呢 通通都不能够放过 而且呢 这个封城之后啊 很多的这个县市 我们不是也跟大家讲吗 甚至还传出 家户呢 可能两天才能有一个人出门 或者是每天只能有一个人出门 可是呢 我们看这些大妈 还是出门啦 而且出门干嘛 那去跳广场舞啊 所以呢 武汉市府啊 就宣布啊 说因为现在刁民太多啊 所以全区要实行封闭式的这个管理啊 好 另外我们就来看 这个中共声称的疫情 现在已经的稳下来了 可是实情是什么呢 有武汉的医生冒死爆料 说火神山医院每天死亡人数超过了 两百人 大概两百到四百人之间啊 而且呢 每天还超过了两百人呢 都被货车给拉走 但是清空病房之后呢 就马上又被填满了 他预估死亡率呢 高达九十九趴 而且还说 这个死亡当中有三成哦 是吴征兆突然死亡的 真的吗 好 另外呢 大纪文也爆料 说呢 这个有中国仿制器的这个主管 说现在我们都不做衣服了 也不做口罩了 要敢做什么呢 敢做尸袋哦 因为呢 政府要一百万个这个尸袋哦 所以这个事情如果是真的 那真的太恐怖了 而且呢 很多的这个 中国网友也很担心哦 现在有医疗团队呢 进驻武汉去支援哦 这一些优秀的这个医师 精英医师 会不会一去不回呢 因为湖北现在 已经像黑洞一样了 但是呢 果然是山寨大国 现在连解药也要山寨版吗 好 我们看到中国科创版上市公司呢 他现在公告 他们仿制成功抗毒的这个药物 瑞德西韦哦 所以现在呢 要来进行量产了 好 我想这个学伟啦 如果按照大纪元的爆料 中国纺织企业的主管 都忍不住对外讲说 现在政府呢 竟然下令工厂要赶工 制运一百万个尸袋 中国的情况 如果真的到这么严重的话 感觉比SARS还要更严重 到底是什么样的病毒这么厉害 到现在 他到底从哪里出来都不知道 所以难怪有人怀疑生化武器啊 其实那个川普 有一个智囊叫做班农 他前几天有访问一个生化专家 他问他生化专家说 为什么这个 武汉肺炎的这个病毒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疾病 怎么会这么厉害 你知道那个生化专家 他回答他什么 你知道吗 这个病毒叫做什么 do its own thing 干他自己的事情 我行我素 这个病毒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根本没有办法操控嘛 所以这个病毒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我套一句WHO讲的 他终于回神了 你知道吗 他讲说武汉肺炎这种事情 威力胜过恐怖攻击 你现在承认了 胜过恐怖攻击哦 对不对 那你之前为什么一直在掩饰这个 我就跟你讲说WHO是一个帮凶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整个中国现在陷入这个情况 我跟你讲 现在定调他说武汉胜的话 湖北就胜 湖北胜的话就中国胜 所以他们怎样 就要把整个力量集中在武汉跟湖北省这个地方 他们希望说 所以他们现在讲说什么 他们现在抓人的话 昨天不是讲过有三光政策吗 抓光清光跟风光啊对不对 那现在是干什么你知道吗 他现在是应收进收耶 不漏一人耶对 就表示说你一个人就走不去哦 而且这个不漏一人很恐怖哦 他除了说确诊的你应该抓对不对 那疑似病例的好啦 也要抓耶 对那你抓来如果得到良好的医疗 那也就算了嘛 那接下来发烧 而且发烧降低的那个比的温度 标准是在37.4度 你跟这些人接触过的 前三类人你都接触过的 现在也要把他抓来啊 那抓来之后你看 他抓来干什么 全部把你集中管理啊 集中在哪里方舱医院 我不是讲过说现在中国大陆在武汉 盖了14座方舱医院 对 14座不够啦怎么够呢 对感染人数这么多 他们现在在征用党校 征用那个学校啊 对不对 我把你征用来之后全部清一清之后 反正整天嘛 好像睡大通铺一样没差啊 就全部都关来这个地方嘛 对 那关进来我就跟你讲说 他们现在叫做物竞天择 你进方舱医院对不对 你只要抵抗力 平常有运动有保持良好生活习惯的 早睡早起的 好你免疫力够 那你没有被感染你就出去啊 如果如果变成重症呢 对 接下来就是火神山雷神山嘛 那接下来去哪里 去火山藏 对不对 所以我在跟你讲说 现在外国的所有调查 包括二氧化硫浓度 包括他们里面的 FBI得到的情资 他们现在估计武汉这个地区 死亡的人数大概是 11万到12万 光是武汉地区 对就是武汉这个地方 死亡人数可能11万人 所以你看 现在慢慢很多消息 出来之后 在印证这个数字嘛 有没有 现在这个工厂不是 2月12日复工吗 对 你今天能够做的 政府下令就是告诉你说 现在要做什么啦 纺织业反正也不能够出去买衣服 而且连口罩都不用做咯 对啊 做什么口罩 对不对 死的人的速度比你戴口罩还快啊 天啊 所以干脆做丝带 你看 而且目标是什么 100万个 这个数量很惊人 你知道 100万个耶 对 那你要怎么样的人数 死亡人数才用到这么多 丝带 对不对 所以他一带一带在做的话 所以大陆现在整个情况 他是还是隐匿 对 之前那不是美国CDC说他派人去那边 协助你去调查嘛 协助你说后来他又反悔啊 为什么不行 你外国的势力进入的话 那我在搞什么鬼 马上被你们知道了 而且这个病毒 你有没有发现在大陆的状况 蔓延速度之快 我今天才跟高大成法医在讨论 他说为什么在外国境外的死亡人数 死亡率没有那么高 在中国境内的死亡率这么高 因为他是原发性病毒 他是直接丢下去 第二次感染 说实话很多第二次感染的 或者是接触 死亡率没有那么高 我们现在有个观察的标的 就是钻石公主号 对 钻石公主号他的方式也是一样 这就是二次感染的嘛 感染之后他在这个船上面 对不对 三千多 七百多个人 在这个船上面 现在很多人感染了 就确诊一百七十几个人 变小方舱了 对 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 你最后的观察指标 就是说你这个钻石公主号里面 到底有多少人会死掉 对不对 日本政府到现在还是用这种 对啊你如果死亡率没有很高的话 就表示说 欸你看 我们的估算不错啊 这更证实了说 这个病毒是不是直接攻击的 攻击人的生化武器 所以你在武汉这个地区 直接被攻击死亡率才会这么恐怖嘛 好啦那我觉得说 现在大陆还有一个口号 我觉得大陆真的 欸不要这样啊 他们口号真的很多呢 而且讲起来真的跟顺口六一样 你知道吗 他们现在告诉你说地方有难 八方援助 哇讲的多有豪气啊 对 你看那边传出来都江苏跟浙江的医疗团 是不是要八方援助 我江苏这江都去武汉 去那个去湖北去援助 后来去到那个地方 欸他一下飞去发现说 他们的行李都不见了 都被扣走了 都被扣走了 好不容易经过交涉 连吃的什么用的都没有 好不容易经过交涉把行李拿回来 打开一看 里面的医疗物资 医疗资源 口罩什么东西都不见了 都被抢光了 所以大陆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夸张 中央跟地方都不同掉啊对不对 你中央叫大家去援助 问题是地方大家在发国滥财 那天我还有个朋友就在讲 po一车那个那个消息给我 他说大陆朋友不是之前有捐口罩吗 捐口罩就竟然这样 被人家拿去网上拍卖 好可恶哦 对不对 他就觉得这个不就是我捐的吗 而且更扯的是你知道吗 有的人买了口罩之后 竟然是他捐出去的物资 这个案例在网路上多比比皆是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真的是你东西拿去 跟着要救命的人的东西 被人家拿走 现在整个地区的话 我跟你讲各个地方政府 现在都用公安自重 他叫公安要干嘛 抢物资嘛 东西送来先抢走再说 所以整个中国大陆 已经陷入各省各省各县市 各省市之间各城市之间的话 已经各自为政了你知道吗 对 那你现在说你讲说 像在广东现在更扯 现在民政府是怎样 与民争利争强 那广东人 广州人大竟然下了一个指令 你知道吗 他讲说现在拍板电话告诉你说 我可以征用民间物资哦 我征用私人的财产来抗议 你知道听起来好像很伟大对不对 这个私人没有私人的东西 全部都是党的对不对 你要为国为党 好啦那你征用的话 你帮人家开了一条后门 中国大陆的官员现在是怎样 你现在物资只要经过我这边的话 都要留下买入财了 我现在你在开这个大门 广州人大都可以开这个大门 说我可以征用民间物资的 多少人趁这个机会发财啊 真的 其他都要小学了 对那你广州开了之后 你敢担保说其他县市 其他省区不会跟着开吗 所以就跟你讲到时候 大家每个人就是赚饱饱的嘛 那你老百姓还是苦哈哈的 你看现在告诉你说那天民众就出来讲 对不对他偷拍一个视频 去那个那个爆料者网站 他告诉你 而且那个叫具名的 具名保护的爆料者 他告诉你说他在那个火神山医院里面 看到的是怎样 一天200到400个人的床位 中午清空晚上就又进驻一批新的人 每天这样搞 那那些200到400重症的人 你清空你要把他送去哪里 对不对 你要把他担在哪里 所以他们就讲说 这个根本里面就坐实我讲的嘛 你进了火神山 接下来就是火葬场啊 他告诉你说他在那个火神山医院里面 看到的是怎样 一天200到400个人的床位 有没有 中午清空晚上就又进驻一批新的人 每天这样搞 每天都满那些200到400重症的人 你清空你要把他送去哪里 那个恒山指挥所啦 就暂时的时候你最高元首那个统帅 你要去那个地方躲起来 那个地方是防氢弹原子弹的 什么都防的呢 当然也可以防武汉肺炎病毒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习大大是跑到那边去 对不对 我好不容易出来口罩也没戴好 还是可能感染啊 不是啦 人家那个龙体 我就跟你讲说 你以为习近平出来他不用经过一些样板 不用经过一些准备吗 对不对 你记不记得那时候SARS的时候 说陈水扁跑去龙总有没有 他去讲话他没有戴口罩 他干什么稳定明星嘛 陈水扁比他更有价值 他连口罩都不戴对不对 那你说习大大这个他口袋不用戴 口罩干嘛戴好 他在这边讲话他敢出来的话 就表示这个地方都已经消毒完成了啦 对不对 这些人都没有感染之余啦 他只是做做样子告诉你而已啊 就像军机现在在烙台的话 也是告诉你说告诉美国讲说你看解放军还在我手上 他还有机会来烙台对不对 这个都是只是样板 都是告诉你宣誓作用大于时期作用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习大大他的政权 但他讲说昨天也讨论过 他的政权不会这么快有什么变动 可是你有发现 接下来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改变 中国的经济 你知道全年的GDP将近13兆美元 13兆美元 你知道2020当初是讲说 全中国的那个经济成长率 大概是6.1对不对 可是现在第一季 前天那么出来就已经下修 往下修了1.5个百分点 现在是4点多 修的算少了吧 哎我怎么少 你知道中国大陆GDP全年是13兆的美金的话 下修1.5百分比的话就已经多少了 你知道吗 而且现在2月10号他们不是说全国复工吗 现在我知道的很多台商朋友去到那边 他们复工的话 要先在城区以外工厂以外 找地方自主隔离14天 而且现在他们还叫你签什么 上海复工还要签什么 不会感染的那个什么承诺书 谁知道这里会不会感染啊 所以就跟你讲 你如果承诺书谁要签 这些很多人大陆开工的话 是福建沿海那个疫情比较轻的地方 可是真的实际上在中国GDP最大的比例的时候 是上海是深圳是广州是天津 这些大都市说实在话 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开工的话 你说中国经济接下来会拖垮多少 说实在话 他倒当然对台湾也没有好处了 不过中国到现在还在引力疫情 还在对你的疫情不敢讲实话 没有办法共同协助找出一个解决方案之前的话 那共产党都是刚好而已 不过中国现在除了火神山雷神山意愿之外 现在也在狂盖这个方舱意愿 那刚才呢 这个有特别提到 中国官方已经下令了 现在一个人都不能够错过 连你发烧的可能都会被抓进去 宁可床等人不让人等床 这有可能吗 所以看得出来 现在中国的重点已经不是在疫情上 是在宣传 也因此中国陆陆续续出来一些 真的是很荒谬 可是也让人很心痛的画面 好的 大家在这一次的疫情发展过程中 其实中共也在进行他们的大外宣 仍然不放弃 虽然他形象已经烂到 已经不只是东亚病夫 已经快变世界病夫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该宣传还是要做 不过在宣传的过程中 有时候他们觉得好的东西 有外面人不见得觉得好 有时候是他们想要 拼命去宣传一些 比较正面的形象 可是他的百姓会帮他出包 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出包的状况有多严重 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这边 这个发生在中国的郑州 他也已经封城了 算是武汉封城之后 比较大的一个节点 因为他郑州有一些大的场 也是一个交通汇集的地方 他现在这一边出现了 他们的这个所谓小区 中国的小区就是我们台湾的邻里或村 看那个行政区不同 那他们小区里面的居民 知道自己这边好像住了一些医护人员 他们自己这个邻里没有人染病 但是你医护人员如果回来 是不是会有一些风险 所以他们就传出就是说 这个坚决的不让他们这个医院的工作 能够回来这边 当然这个讯息传出来 在中国内部当然引起很多 还有正常理性判断力的人 立刻就跳出来骂 就是这个是搞什么呢 以后你也不要去看医院 你要把医生挡到外面 你自己就不要看医院 来看这一个 政府抢劫医疗物资 这会不会有点夸张 其实不夸张 当这个大外宣其中有一趴 就是提到全中国最优秀的医护 全部从八方涌入武汉 一起去救武汉人 好在这个大外宣之内 我们就看到了前去救援的江苏医疗队 他们就赶 应该据说是从南京赶过去 应该都是最优秀的医生 赶去武汉之后 一下来他们东西 就像刚刚学恶哥讲 被劫走了 所有的行李被劫走 人呢你可以 这个图片比较小 你可能没注意到 人是用货车去载的 天啊 他不是 这个货车不是运行李 不是 是运这些医生护士 牵你给他去救你 他不是给他巴士 也不是给他 其他的运速设备 是叫这种 好像是冷冻货车一样 把医生关进去 他整医人上车之后 我行李呢 他说我们会再帮你处理 等到人送到了 他们可能住的旅馆 或是一些集中点的时候 现在还是没有行李 经过抗争之后 发现医疗物资 被分出来 可能有带口袋去 可能有带一些护目镜 带一些防护服务 全部都被截走了 跑到哪里去 当然就是 这运送的过程中 去被武汉政府 肥了那些贪官污里 可是重点是 人家是去救你的 他们没有那些设备 他要怎么去低线服务呢 好不用讲这位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城市 这个是槟城 就是我们都曾经在 历史地理课本学过了 哈尔滨 哈尔滨够远了吧 哈尔滨的特警 他们就是武装押印 这些医疗物资 为什么 其实像富林静的沈阳 辽宁的省会沈阳 也发生了截来截去 抢口罩大战 所以现在为了保险 你能出动特警 当然前几天 我们看到出动装甲车的都有 因为已经完全变成战略物资了 我都怀疑最后 会不会被特警给A了 这个特警 中文有可能 这个安全第一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配备 都还算蛮齐全 特警先满足了 他们已经 其实不只是哈尔滨 其实各地的医护人员 都抱怨说 警察的配备都比他们好 那当然没办法 因为警察就负责押送这个 他一定会先求齐全自己 其实不只是疫情 我觉得这个国家真的生病了 你看前面现在为了抢 那个什么酒精消毒水 连小孩都被捅到 这什么状况 然后还有人可以在方畅音乐里面跳舞 还在做这种大外宣 对的确 这个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 在这个比较轻症的状况下 保持一些自然的活动 也许对改善病情是有帮助的 可是如果他单单纯只是为了宣传 可能甚至会提高这个染病的风险 更加疫情的风险的话 其实有点不太值得的 但是重点还是在于说 其实武汉的状况还是很严峻 所以看起来方餐歌舞生命 好像刚刚还出现了 什么第一例的这个痊愈离开的 可是其实大家不太在意 到痊愈离开的在意的是躺得出去的那种 到底有多少嘛 就实际上这个 现在病情的恶化严重程度嘛 所以我们又看到了一个也是一样 这个传输比较这个悲惨的消息 就是丝带也不够用 我们刚才也看到可能要加 赶快紧急加 加紧制造丝带的部分 就是已经医疗的都已经不够了 连丝带都不够了 像这边都出现了就是 一个丝带只能就是 被迫要重复利用 装三个小朋友 这个比较悲惨的状况 好 那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看到有一些 这个比较白目的行为 就是中国那边又发现 他们有一些 给小朋友的童书上面 提到果子梨的时候 还强调这是一个肉可以吃了 是非常高级的野味 还说果子梨全身都是饱 对 这到底是有多饿 这个为什么 这童书上面还介绍 它是可以吃的 其实像现在 其实透过这次的事件 中国人他们自身也开始 产生了不止市民意识 对于这种反对 过去的一些猎袭 包括这个食用野味 这种意识也慢慢产生出来 它会不会对中国产生一些 比如说接下来的改变的契机 这种事情很难讲 不过我们还是要拉回来 目前的状况 仍然不容我们乐观 你看到这些东西 虽然有一些夸张的城市 可是都是冰山一角 武汉的整体秩序不透明 我们必须要讲到 它仍然是不透明的 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会不会在 接下来的开工阶段 因为现在又传出 其实像前几天我们有提到 就是武汉那边好像是烧尸体 烧到二氧化硫太多了 结果现在武汉又跑出来说 没有 那个不是烧尸体 是我们武汉钢铁厂开工了 这什么时候了 你武汉钢铁厂还开工 所以大家要回去反攻的话 那疫情会不会产生 进一步的扩散 所以资讯透明 真的非常地重要 而中共它就是卡在这个上面 造成大家在那边 无意地争抢 甚至产生很多 没有必要的冲突 我觉得像这种事情 其实要解决真的不是我们站在外面的人 能够帮忙 这必须要中共自己本身有意识到 他们从之前一直到现在的做法 其实都不正确了 让所有的疫情续续透明 让真正的国际的团队能够进去 好好观察你的防疫状况 才是真正解决问题 知道 不过讲到现在有很多 这个医疗团队要进驻武汉支援 今天中国有个影片传出来了 就是一个女医师 那她在跟家人通话的过程里面 那爸爸有特别提到 那个女医师要进去的时候 这个小孩子哭得翻天覆地的 大家本来要劝那个小朋友 结果一句话全部的人都静下来 那个小朋友说我不要我妈妈死掉 所以连这个那么小的孩子 都知道妈妈进去是多么危险 所以我们要请教她医生 因为呢现在这个据说是 这个武汉的这个医生 冒死爆料 说呢 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情况是 她说呢 有人是没有症状 可是就突然死亡的 而且这个呢 她在这个火神山医院里面 看到死亡人数的三分之一 这比例很高 然后现在又传出来说 因为你没有症状 然后可是就可能有这个传染性 所以现在国内很多人都很担心 是真的没有症状 还是说还有没有什么 除了发烧 因为初期六成都不会出现发烧症状 所以到底还有什么症状 是可以观察的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我们这一次的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从最早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听到说 怎么预防它 因为它来自的一个传染源 是第一个飞沫传染 对 第一个叫做接触传染 现在它我们光在讲传染的这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它的一个传染途径开始被扩大 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从最早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听到说 怎么预防它 因为它来自的一个传染源 是第一个飞沫传染 对 第二个叫做接触传染 现在它我们光在讲传染的这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它的一个传染途径开始被扩大 我们先讲被发现的两种新的 也很具争议性 跟会让人民觉得很担心的 两种新的传染途径 第一个就是从一开始是在中国那边 他们有有一些文章说 它可能会从粪便传染 我先给你们看一个 这个是当时美国第一例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 他们就把它写成一篇文献 去写说它的病程怎么发展 它怎么去做诊断 这个图表 它其实是 他们当时针对这个病人的病情的不同天数 去针对它的一个 我们现在目前确诊是用一个叫 Real Time PCR 用PCR去确定说 它在哪个地方是有 这个传染的这个病毒存在 你会看到它其实它会检测的样体 包括像是鼻腔 口内 甚至血清 尿液还有粪便 你会发现它在第七天的时候 因为那一天它合并了上吐下泻的一些肠道症状 所以第七天其实是有出现在粪便的地方 是有阳性的PCR显示是阳性 我们换言之就是这个病毒是可能会透过 粪便的一个排泄物传染 那这件事情其实关乎到什么呢 我们回想到当时17年前的SARS SARS在香港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案例 是在九楼某一个大楼 这个大楼里头有一位人士他受到感染后 后来发现他以上的楼层有200多个人感染 后来再去探讨分析原因 可能就跟这个人他当时SARS的症状是用上吐下泻表现 那他们的一个排污系统出了问题之后 经由那个通风景 所以造成上面一系列的感染 再回来看这一次 这一次有一个在清一的一栋大楼 也发生类似的状况 他在某一个楼层里头有一个感染者 在隔他10层楼的地方 再多了第二个感染者 所以第一个我们心被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会不会经由排泄物质去做传染 这个会面临到的问题是 他的社区的感染的范围可能会扩大 他可能就不是说我这个房间 或许是连楼层楼层 只要你的一个结构是有一些问题的 你的楼层会隔楼层 他们说排泄管没有密封都有可能有问题 对所以这个会是第一个 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 如果社区感染会是一个很大范围的社区感染 第二个其实在前几天的 中国有个官方已经说宣称 不能讲宣称 他们是确认了 说他们的一个传染途径 确定有个叫气溶胶 什么叫气溶胶传染 它其实是指说我们在空气里头 会有些悬浮粒子 那假设我是一个代言者 我的这个飞沫结合在这个悬浮粒子上 它就可能会传染 这个面临到的问题 其实比我们最早以前刚讲的这个飞沫 是很大的落差 飞沫通常我们可以想象到 飞沫它是跟重力有关 所以我们通常会说 假设你在一个没有必要的情况 不要靠一个人太近 你在一公尺甚至最安全两公尺 这个飞沫不会那么有力道 所以它就会往下沉 所以我们的安全范围可能是一到两公尺 但一旦它变成所谓的气溶胶传染 就是只要你在一个密闭空间 它就可能会发生高风险的传染 我们会去看那个公主号 钻石公主号 它就有一点雷同 我们在担心的这两个 比较特殊的传染途径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其实这一次比较担忧的是 它的一个高传染风险 跟我们并不知道 它还有什么途径是可以传染 目前来讲整理就是 过去的飞沫跟直接传染以外 多了两个很不可预测的 大型的一个社区传染的可能性 第一个就是 刚刚讲的这个密闭空间 一旦是 比如说我坐在高铁里头 我坐在飞机里头 这个就算你是第一个人传染 你都可能到很后排的人 都有机会经由 所谓的气溶胶座传播的通作 那你的一个大社区 可能也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其实我觉得 当我们在讲了更多的 这一个被发现 它的一个传染途径 一定会造成很多人更加的担心 对啊像我相听 我都觉得那密闭空间 我要不要戴口罩啊 如果假设现在我们真的会建议 假设你在一个很密闭空间 就是这个空间里头的空调 或者是它整个范围 都是属于关起来的时候 你就一定要戴口罩 包括健康的人跟不健康的人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我们我们的医生的角色 还是希望说我们用比较 正确的观念去预防它 我会把预防分成三块 第一块就是个人 这个个人是包含 假设我是一个可能代言者 可能代言者包括 我可能有接触别人 我不知道 我的症状我没办法确定 因为说真的 我们用症状去判断 这一次有没有可能感染 新型的冠状病毒 很难 因为它的症状跟流感很像 但最近又是流感的季节 它又跟一般感冒 还是有一点点像 所以你说 单纯的去用症状来判断 我觉得有点难 但假设你有接触时 或者是你有这个症状发生时的时候 你个人一定要做好 非常好的防护措施 包括你自己的口罩要戴好 我们可以想象 不管你是气溶胶的感染 你是飞沫传染 你的口罩戴住了 你的咳嗽 你的喷嚏 是没有办法传染来给别人的 会大幅度降低别人的风险 假设家里有一个 这样子的疑似案例在家中 家中的所有清洁 都应该要做得更好 不止洗手 连你家里的一些 这个消毒要做好 那我们在讲到是一般人 因为有些人 他可能家里都是干净的 可是你一到公众空间 你就会相当的担心 我们其实建议几件事情 在这个特殊阶段 跟大家其实比较担心的阶段 可以做的 第一个就是真的减少聚会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难保证 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头 有没有某个人 他就是一个无症状代言者 所以减少聚会 可能是我们建议 在你很担心的时候 尽量就可以去做到 假设家里有一个 这样子的疑似案例在家中 家中的所有清洁都应该要做得更好 不止洗手 连你家里的一些这个消毒要做好 那我们在讲到是一般人 因为有些人 他可能家里都是干净的 可是你一到公众空间 你就会相当的担心 我们其实建议几件事情 在这个特殊阶段 跟大家其实比较担心的阶段 可以做的 第一个就是真的减少聚会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很难保证 在这个密闭空间里头 有没有某个人 他就是一个无症状代言者 所以减少聚会 可能是我们建议 在你很担心的时候 尽量就可以去做到 第二个就是 如果假设我们真的要聚会 或者是家里已经有类似的人 保持通风 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气溶胶的传染 它是在一个密闭空间 它的浓度会越来越高 所以假设我有一个通风的空间 它其实是可以比较安全的 所以如果假设 你真的要在一个地方 做一些事情 你又有担心 你倒不如就把你的窗户 让它尽量的通风 以免这个浓度过高 你就变成一个被感染者 那第三个其实针对我们讲的 新的两种特殊传染途径 就是粪便或排泄物传染 或是气溶胶传染 还特别去宣导说 假设我们在上完厕所 最近你其实可以做个动作 是你要上厕所 然后先盖那个盖子 马桶盖 在冲水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粪便或者是排泄物质 它在冲水的时候 已经有做过很多研究了 它是会反有一些 反的一些气体上来 那如果在它真的是 所谓的气溶胶感染 刚好它的你的粪便里头 是含有这个病毒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新的 浓度很高的病毒的传染源 所以我们其实大概可以 从这些角度 针对他们现在一个 很新的一些 发现的一个比较 真的会令我们担忧的 一些传染途径可以去做一些 相对应比较积极的预防措施 我觉得会稍微比较安心一点点 不过就问一下这个清皇了 因为习近平呢 现在下了一个 很奇怪的这个指令 就是呢现在要全力的复苏经济 可是按照现在中国的 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 它光是把那个乡镇之间的 那个封路的措施取消 就已经让很多人更加人心惶惶 天哪这样的话 疫情不是会传播的更广泛吗 那再来就是 它要怎么样的复苏经济 中国的经济惨到什么程度 让这个习大大 现在已经不管疫情了 经济复苏为优先 各位可以看哦 他们很多人怎么说 你看这上面就直接告诉你 老板在 意思就是说老板传讯息给你 问你在不在 后面呢安心在家抗疫吧 老板这么好心 叫你在安心在家对抗疫情 为什么呢 后面四个字 公司没了 公司没了 你不用来上班 所以你安心在家对抗疫情 然后下面一个人就说 我一个同学刚接到他们单位HR 人力资源部的讯息 说这个公司解散了 那这个情况发出来呢 后面又有另外一则是什么呢 你看他所接到了 从二月初到现在 二月中左右的通知 假期延到二月二号 第二个通知 假期延到二月十号 第三个通知 假期延到二月十几号 第四个通知 公司没有了 不用回来了 所以你看是不是很悲催 然后另外一个呢 你看这边也是一样 这里直接告诉你说 一觉醒来 公司倒闭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公司的现金流不足了 下面还有人留言说 我公司比你们有先见之明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提前倒闭了 所以你就会看得到 这个情况就是 中国遇到的中小企业 现金不够 所以会出现倒闭的情况 那你看下面这边 就现金的维持时间好了 这个是清大跟北大的调查 中国清大跟北大调查 现金可以撑一个月的 才多少而已 34% 等于说有34%的中小企业 可能一个月左右疫情没过去 他就倒闭了 两个月的33% 三个月的17.9% 三个加起来 三个月内 如果疫情没有结束的话 85%的中小企业在中国 他都有倒闭的危机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是 所以原来中国这么脆弱 之前不是很多人都说 他现在变得多强了 就是他强 可能有些大的国有企业强 但问题是中小企业 你一个疫情封住了 他遇到什么状况 就滑了 他遇到他没有现金 但是照样要付薪水 没收入又要继续花钱 他怎么撑得下去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中国从整个过年期间 是他们传统的消费旺季 有人开玩笑说 这个从除夕开始到15 因为他们年假是到元宵节 所以从除夕初一到15 这段时间 因为观光景点人塞满满 他的观光季可以做多少营收呢 5000亿人民币 光春节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中国热门的观光景点 做坤都赚钱 因为东西不好吃 他都一样卖得出去 大家不得不消费 结果现在有很多的老板是 为了春节囤了很多的料 进了很多的货 青菜 肉 鱼都买了 结果整个春节期间 谁敢出来消费 没有人敢出来消费 所以过完年之后 进的那些料 老板自己拿出来当摊贩摆摊 然后看人卖多少算多少 过期的坏掉了就丢掉了 所以等于是写本无归 不但写本无归 薪水要照付 无险一斤要照付 房租要照付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感觉我选择我导给你看 那做餐厅的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是旅游业 旅游业你看 这个中国的过年期间 旅游业 这个大概也是好几千亿人民币的营收规模 结果呢 他现在大家不敢出门 不敢出门 旅游业旅行社的老板 那些订饭店的 有没有要带店的 有吧 然后订机票的 有没有带店的 有吧 那带店款出去了 还没收回来 那因为团都KAN掉了嘛 那你是客人 你也跟他说退钱啊 我缴的团费 你要退给我啊 店付款拿不回来 然后客人又要跟他要退款 这个时候很多中国旅行社干嘛 我就导给你看嘛 因为我没有现金周转了嘛 所以在中国 你看到一个状况就是 这些中小企业 他现在要活下去的难度很高 所以你看复工到现在哦 整个北京餐饮业有开的呢 只有13% 87%的餐厅根本不敢开 因为开了怕没生意 然后呢钱要照付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 他的开工 除了要面对中小企业 可能的倒闭槽之外 他另外一个是呢 现在即便顺利开工成功的人呢 他都很怕担心的时候 上班会被传染 你知道他们现在上班 你疫情不控制 你怎么付出经济啊 这个想不通啊 是啊 所以他现在陷入一个 父子其余的状况嘛 我如果要控制疫情 我该封的都要封起来 然后看疫情能不能走过去 但是都封起来的结果 他的状况是都封起来了 没人敢出门 制造业制造出来东西 也运不出去 就算你现在有人工厂做口罩 口罩没有物流 没有车帮你载出去 你口罩送哪里去 所以就只能做私袋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就很尴尬啊 就都只能 就是要封 就不能完全封 又要再开一点点 所以你就会发现 习近平之前 想尽办法要围堵起来 但是现在又跟你说 不行哦 这样子会伤害经济 所以你看 他现在上班的人要这样 自己保护自己 全副无穿 穿这样去上班哦 这个是保护自我的服装 所以你看 帽子要连到头顶上面来 这样防护才周全 所以三件基本配备 连帽的这个外套装 再加墨镜 再加口罩 这样遮起来才算完整 那另外是什么呢 他们在网路上教学 说你要这样子 这网路教学 但这都不是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是呢 对 就是海贼王鲁夫里面的天龙人 那个叫太空装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就叫太空装 因为全部的保护的好好的 所以呢 这样子才有 全副武装的保护作用 但你不要以为 现在上班的人 只会从衣服上面做穿着 我告诉你 现在在中国上班的人 我看到他们上海那边分享 现在连按电梯都有学问 连按电梯都有学问 当然啊 按电梯现在他们说 有四种是最安全的 第一种是什么呢 打火机 你知道为什么吗 第一用打火机去按了电梯之后 手不会点到 比较不会感染到 第二打火机 你知道要抽烟的时候呢 一点火了之后就消毒了嘛 那就高温差去了嘛 所以打火机 是他们按电梯的第一个方式 第二个方式呢 你会发现有人是用牙签去戳 所以呢 有的电梯很贴心哦 旁边准备一盒牙签 让你牙签去戳电梯 戳完了之后呢 再丢到旁边去 第三种是什么 女生有优势 拿着那个口红出来 口红照起来之后 用口红带个框框 然后拿去戳那个电梯 这种方式 可戳完以后口红也要消毒啊 对 他也是要用酒精再擦一下 那酒精也要有啊 怕摆不到 然后第四个是什么呢 有人说这个时间点哦 那个手刚好骨折的人很方便 啊因为用石膏去接触 他就不用自己人去接触 用石膏去按了电梯之后呢 这个方式一定有效 这个方便不要按了 还强生健康 然后在这个时间呢 你已经看到 按电梯有这么多奇特的方式 你知道现在哦 很多大楼不是有门靶吗 对现在很多在上班的人 不敢手碰门把都是用手肘碰门把 用手肘去推那个门把门推开 还有用踹的方式把门踹开 不过这个佩芬姐哦 你看看到这种情况 而且刚刚照清皇的说法 现在在中国很多的这种中小企业 都已经倒闭撑不住了 就这个时候 居然广东紧急立了一个法 说呢可以征用私人财产来抗议哦 所以网友才讲说 现在是要合法抢财产 这大概只有中国跟北韩做得到 可是如果激出这样的一个紧急立法 它代表一个是什么样的意义 然后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 习大大好不容易出来了 结果出来之后闹了真是国际笑话 口罩也没戴好了 然后呢这个额温腔去量 这个什么手腕的温度啦 然后这个有网友就讲说 难道在旁边没有人可以提醒他吗 当然没有人敢去提醒他 而且他戴口罩只是戴个样子 他不是真的在防疫 因为跟在他身边的那些人 还有那个医护官 根本就没有问题 一定通通检疫过没有问题 所以他戴个口罩出来 穿个防护衣只是穿给大家看 我也在这边带领全民在防疫而已 但事实上 你说需不需要告诉他 或者需不需要让人 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 因为他绝对安全 我已经讲过了 大家真的不用替他烦恼 他的那个安全硕士也好 卫生也好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刚刚我觉得学伟讲的没错 那个广州说 可以争私人的财产拿来防疫 我觉得这就是共产党 你知道吗 大家都说他很有钱 没错 大陆上流行一句话 就是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国大陆 先是供了全中国人民的产 大家都穷 但是国家政府有钱 那然后他又去供全世界的产 所以你看美国那个川普 为什么说他赚了多少多少钱 因为他真的赚了很多钱 你看他在一带一路也好 那些去收买这些 国际的这些政要的好 花多少钱 他不是没有钱 他只是觉得你老百姓那么有钱 你就是赚了国家的钱 这个时候就应该拿出钱来 帮国家做事 这就是共产党 为什么叫共产党 这就是共产党 但是我是觉得说 大家刚刚讲说 在半路拦截人家的救急物资 我从一开始就讲 中国人真正的问题 就是个人第一个 私德的问题 还有人性的问题 在这种时候就看得一清二楚 然后你再想 那个是救急的物品 你在半路就拦截 你拦截了 然后也不是真的要救人 那就像在国外 你买了那些口罩拿回去 你也不是真的救人 你是拿去转卖 然后就炫耀你买到这些东西 然后再转卖 然后还捞了一笔之类 我觉得这就是共产党统治下的 中国人民的人性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恶劣的人性 那另外就是说 我不会笑他说 怎么按电梯那些 因为我发现台湾现在看来 也有一点这个调调 味道是不是 对 大家还是会怕 对 昨天我去弄那个车子的雨刷 那个老板就跟我说 他说这个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 他说再不结束 他说真的很惨 景气真的不好 你看今天的媒体也报导 像阿里山没有游客 日月潭也没有 我觉得这种事情 你知道病毒 你知道当它涉猎起来是 你真的挡不住 真的被中国害惨 大家今天有看到 真的被中国害惨 对 大家今天有看到那个病毒之父 冠状病毒之父赖明昭 对 他是我们陈大的校长 以前的校长 你知道吗 他1月23号到旧金山去过年 但是24号就传了一个解讯会 来给校友会的群组 他说其实真正要防的话 就是说你隔离那个 就是确诊的病人 还有被确诊病人 染病的病人 而不是把大家一起 汗不浪通通关在一起 对 他说那个是最坏的一个做法 他说没想到湖北 就是用了这样的方法 就是你把整个隔离 整个封在那边 放到医院里面 那当然就是拖200个人出去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用了最坏的办法 但是我觉得你知道这个 以前常常人家笑湖北人 所以我觉得老公现在绝对用八千万湖北人的生命 去救全中国14亿人口 你知道中国人觉得湖北人 你知道湖北人常常也跟我讲 他们自己很得意 他说你听过那个天上九头了地下湖北老吗 湖北老本来就很厉害 而且非常厉害 湖北人是很厉害的人 厉害在哪儿啊 我跟你讲你去政坛看 你去政坛看那种湖北政治人物 如果是湖北人的话 通常都很厉害 就是说他那个斤斤计较 然后算计得清楚 然后那种你知道分寸并生的那种 非常厉害 所以他会用这个把湖北整个牺牲掉 我觉得他们可能不在乎 因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 你看他用的人都是北方人 他不用南方人 南方人要不然就广东人一天都搞革命 孙中山这样子 所以他用的人基本上都是北方人 那湖北人可能是他们不喜欢的 也有可能啊 但是我是觉得 人性的问题就是说 在目前这种情况 你说做私贷 做一百万个 我常常在讲说 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 他每一次搞一个运动 像什么大链钢 什么大腰筋之类 他死的人都是数百万到甚至到千万 他不在乎人命啊 反正他有那么多的人口 所以共产政权之残酷就在这里 不过你看中国政府到现在都还在讲 只要相信党的话 病毒就不可怕 这就是共产党 对讲这种鬼话 然后呢回到国内来看 台湾的防疫做得这么好 知识媒体人赵超康说 那是因为蔡总统的这个运气好 真的是这样吗 所以今天呢 一期时代民调打脸 八成以上的民众 这比例非常高耶 都支持政府 而且也满意政府 这次的防疫表现 但是执政党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 因为昨天就出了这个包 我们来看一下 陆委会主委陈明通 这个在昨天呢 突然说要开放这个国人陆沛 持长期居留症 或者长期探亲症的这些 中国的这个子女呢 通通可以放宽入境 结果呢在网路上 骂翻了 这什么时候啊 你可以放宽他们来入境吗 后来呢又马上改口 说呢如果呢 陆沛子女没有成年 没有亲人照料 而且父母呢 都在台湾的呢 才可以专案申请来看 可是呢 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中间其实已经有 又有过转折 才到这个程度 然后呢 网友就在大骂 说陆委会欠骂 这个时间搞什么飞机 雅珠队友还有网友说 陆委会不要耍智障好吗 好 今天最新的呢 就是中央疫情防疫中心呢 已经撤回了 这样的一个政策 而且呢 这个卫福部长 陈时中呢 特别强调呢 现在的防疫 一切以国人为优先 甚至还重话抨击说 当初你们不选择 中华民国的国籍 你们现在就没有 什么好抱怨的 这个讲的 是不是有道理啊 另外呢 在国内这个部分呢 有些人真的很不乖啊 回来之后呢 就居家隔离也不配合 现在呈现失联的 这个状态 台北市呢 就失联六个人 现在找回来四个重罚之后 还有人在外面爬爬噪啊 所以呢 就有这个科技 这个业者 也是总科技业工资的总裁 就投书建议啊 说呢 应该把龟山岛建设成 防疫专区啊 不过卫福部长 陈时中说 这样呢 恐怕会让龟山岛 变恶魔岛 而且效果也不见得很好啊 不过呢 他也开玩笑的说 可是龟山防疫 这个专区呢 倒是蛮适合 居家隔离期间 还是在外面爬爬噪的人啊 不过当然也是有好消息了 像之前呢 这个从武汉返台 这个台商 不是还跑去什么 金巴黎舞厅吗 好 那当时呢 有跟他接触过的84个人 在列馆之后呢 卫生局最新的说法呢 是14天的健康追踪啊 监测期满 现在已经解除列馆 这什么意思呢 他们可以回复正常生活 他们都没有问题 好 另外呢 就是这个钻石公主号 现在传出了 连上传检疫的日本检疫官呢 全程戴口罩跟手套啊 可是呢 竟然也是被感染了 这个武汉肺炎 所以大家就很紧张 那之前不是来这个 台湾啪啪灶怎么办呢 好 当时传出啊 有54名的这个司机呢 带这个钻石公主号 上面的这些乘客呢 在台湾四处爬爬灶 后来呢 一样居家隔离 现在也正在居家隔离当中 可是呢 到目前为止 身体状况啊 每一个人都呈现稳定 而且没有任何的异状出现啊 所以目前为止 看起来状况也非常的不错 到2月15号凌晨0点钟呢 如果再持续这个状况 就可以解除隔离了 所以呢 这算是这样一个好消息啊 可是呢 口罩之乱呢 后来变成卫生纸之乱啊 还是有这个不少的来因 痛骂这个口罩的这个政策 尤其是现在呢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 不只是中国 现在出现了这个无薪假 包括了台湾 也陆陆续续出现了 无薪假这样的一个挑战嘛 可是这个人呢 最让人受不了 那就是汪小飞 汪小飞经营的这个S Hotel呢 被员工爆料 现在呢 也被迫要他们放无薪假 而且如果你拒绝的话 就把你资钱 那部分呢 同意放无薪假的员工 虽然没有拒绝 可是到最后 他也是被资钱啊 那汪小飞怎么讲 我不过只是 放了25%的无薪假 大部分员工都保留啊 那大S怎么说 大家要共体时间嘛 现在大家都受冲击啊 可是大家还记得之前啊 口罩啊 这个禁止出口这件事情 范伟奇还骂苏贞昌是狗官 还说这狗官算是人吗 后来呢 汪小飞呢 在微博上还说 大S呢 到日本呢 去狂扫了1万个口罩呢 寄到武汉去 通通寄到武汉去救援啊 后来网友骂翻之后 小S怎么说 他说恨比病毒还可怕 可是呢连日本网友 看到这个消息呢 都痛骂浑插台湾人 把台湾人都给脱下水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S邦的这些人呢 脸书粉丝人数暴跌 连代言品牌都跟他们切割 所以现在S邦呢 看起来呢 是全面噤声当中啊 可是呢 不止他们伤害了 台湾人的感情 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呢 现在呢 也是误解台湾 让台湾人很伤心啊 包括了 菲律宾呢 现在呢 对台湾也实施了 这个旅游禁令 而且还禁止飞机人士来台 因为呢 这个措施非常的 这个突然 所以呢 有这个500多名的 这个台湾游客 都被困在机场 大喊说呢 我们不属于中国 那南韩的部分呢 也这个对他们的 这个人民提出呼吁 说公民呢 要避免前往 疫情波及的几个国家 当中也包括了台湾 还说台湾是WHO 列为确认社区 传播的这个地区 所以呢 这个我外交部就说 一定会全力交涉 促请菲律宾政府 尽速改正这个错误的 这个决定 而且呢 对韩国所提出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他也说 呃 外交部也说会澄清 我国并不 没有爆发社区感染 而且对台南韩的 这个错误认知呢 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已经要去要求南韩 希望能够更正 可是呢 菲律宾呢 到目前为止呢 并没有对于 这个禁令解禁 那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呢 有中经院的学者呢 非常的生气 像李纯就提出 反制菲律宾的三招 哪三招呢 第一个减少菲律宾的 移工配额 第二个就是拒买非货 第三个就是要 以航权来做回击 可是呢 关于这一点呢 我们还是先回到国内 来看看我们的问题 政府到目前为止 防疫做得很好 可是拜托 不要有猪队友 先把本国籍的 能够要解决的 就已经非常多的问题了 我们不容许 我们自己的 这些相关的量的 没有用在国人上 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 国籍的选择 是可以选择 那已经选择了 他的国籍 没有选择到 台湾的国籍 那现在 就必须要自己做安排 自己要做承担 好 先问一下这个学伟 陆委会昨天 开放陆配子女 来台这个措施 这个引发了轩然大波 突然说呢 要开放国人 跟这个陆配 只要是持长期居留症 或长期探亲的 这个中国大陆的 这个子女 基于什么家庭团聚 跟人道考量 都准与入侵 刚刚我们医生才讲 现在最好减少聚会 还在什么基于家庭团聚 所以你怎么看 陆委会这个状况 那今天最后 陈时中还被逼得出来 要灭火 那背后到底是个 什么样的故事啊 我们以前常常讲说 不到广州 不知道自己车不好 对不对 不到深圳 不知道自己钱少 没有到过东北 不知道自己胆小 那没有到过上海的话 不知道自己是香巴勞 没有到过北京 不知道自己关小 对不对 现在是讲什么 你没有住到湖北 不知道自己衰小 对不对 所以常常讲说 现在的防疫政策 就是怎样 你叫围堵啊 对不对 现在告诉你说 中国的那个撤侨 已经变成突破防疫的一个最大问题 那我们这个陈明通 说公请假 人家大家防疫在步步为营 你是因为寂寞太久了 还是因为怎么样 还是你在放什么 帮谁在放空气 我真的要郑重的告诉你 这个陈明通 你这个决策过程是怎么样 你有没有送到院会里面 行政院会里面 有没有经过跨部会的讨论 还是说究竟这个议 这个议题是谁 由谁来拍板定案 对不对 是你入委会自己制作主张吗 还是怎么样 还是有更高层的人在指示 对不对 这都可以质疑的啊 对不对 那我就跟你讲说 陈明通如果是你自己决疫的话 那你就赌大一点嘛 对不对 什么解放什么国人陆配 什么长期居留 你讲那一大堆人家听不懂啦 你干脆就说开放二奶生的 全部回台湾认阻归宗啦 对不对 你真的是搞不清楚状况 你不要跟我说 我这个方式是要江南军 国民党他们一军 对那你还不是政治算计 而且说实在话 你现在是在把整个防疫缺口 最大的一个问题丢出来 你看所以就告诉你说 到最后谁来出来帮你擦屁股 陈时中啊 对不对 我刚才讲的那个一串 还好陈时中 对我那讲的那一串 顺口六就告诉你说 陈时中今天讲了嘛 你选了国籍你就要去承担嘛 对 我前几天就讲过说 你很多武汉台商 在那边的话是家大业大 你在那边要留住洋房 对不对 你都长期在那边自残 对 那你现在说武汉疫情 武汉肺炎的疫情很严重 所以你要回台湾 就享受台湾的资源 对啊你说这种同胞 我真的画的就像黄安跟那个刘乐园 可恶 刘乐园说打死我都不会把健保卡剪掉 对啊你说你看这些人 那你你你觉得这样 你你受得了这些人吗 对不对 好啦那我们整个防疫过程 你今天这些口水战 右边这边这个口水战实在是 一点意义也没有 对就像那个赵少刚说什么 我们的防疫是因为蔡英文运气好 蔡英文运气真的很好啊 你看找了一个陈时中运气不好 而且我说实在话 他今天防疫措施的话 说一半对了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哪一个最早禁止口罩出口的 那时候我们就禁止口罩出口的时候 你觉得现在看起来 有没有捐口罩 你觉得那个时候的这个决定 有没有很明智 当初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是两岸同胞 我们是怎样讲了一大堆 那你两岸同胞 你现在大S出来讲说 你要共体时间 那你要跟谁共体时间嘛 台湾人今天在你的公司 在你老公的公司里面上班 我就要跟你共体时间 那出了问题 台湾现在没有立即危险的时候 你就叫我们要把物资捐到大陆去 说实在话 你这个心是到底是向着谁 这个很明显的连讲都不用讲啊 对不对 你安庞小飞那个时候 还保去日本少了一万多个口罩 还很厉害 说到一大堆有的没的 让人家觉得说 你知道吗 大陆现在 前几年我们一直在讲说 大陆人在炫富是炫什么 你知道吗 好夸张哦 先说琵琶打开 里面是一叠口罩 不是一叠现金 还有一个他舅舅是高官 在网路上po了一堆口罩说 我有很多口罩 你要不要跟我当朋友 你蒸男友是用口罩蒸的 你看 夸张 现在更夸张 大陆的物资不是都被扣都没有吗 对 他们现在炫富 你看 所以你看 你连你的物资管理都没有办法管理 这是一个人说 走他们家里 也感染武汉肺炎 连猫都戴口罩 你看 夸张 他家口罩多到可以给猫戴 你看 所以你会去死了 这就像昨天官二代开跑车出来 喊武汉加油 到底是一样的 对啊 我说你看到这个你会不会气死 这哪是在帮人家加油在炫富吧 你这个全国都是搞成 整个中国大陆都搞成这个状况 你看 现在他们的城市 我们刚才讲说 他们的经济 现在的城市是这样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像以前 那个电影里面 末日的那个情况 你看 空的 你看大陆现在在讲什么 他现在告诉你还在标语 你看 你有时间去做这些标语 想这些标语 你要不要想一想怎么样防疫 真的 出口打断 出门打断腿 什么环嘴打掉牙 你我就告诉他 你真的整天有的没的 搞这些有的没有的 好了 那我们之前一直在讲说 为什么武汉肺炎在中国大陆 在全世界现在防堵了 大家都觉得这样 台湾现在的防疫 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 对 我们十八例停留在那边 对不对 钻石公主号之前 两千六百多个人 上来北北基 不是到处去旅游嘛 对 剩两天 天佑台湾 这两天过了 钻石公主号在台湾的那个 的那个吹息来的那个 那个警铃 对 就就熄了嘛 大家可以松一口气 希望这 希望这些这个问奖 通通都没事 五十四名问奖 对 可是呢 我就觉得说 这些 有些台湾人真的是自私的 缺德的人 不要出来讲道德 对不对 保平信号那个 就有朋友在脸书上就po给我 他说他被认出来说 你不是有去游轮吗 你不是要自主管理吗 他跑去哪里你知道吗 跑去花林的一个游泳池游泳 跑去花林游泳池游泳 搞到最后人家游泳池 业者自己 为了他一个人要消毒 没有 关起来 关起来 对不对 因为人家那个 跑去跟老板讲 那些保平信号来 对不对 他不是要自主管理吗 怎么办 所以就跟你讲说 台湾人家 很多人缺德 私联 又跑到四个爬爬爬 对 你难道不知道这个事情 你难道不能关在自己家里面 坐一下吗 对不对 我真的把它送去龟山岛好了 什么送去龟山岛 你干脆把它空投到 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有空飘到大陆吗 空投到武汉去吗 对不对 看看 长不长 人家大陆就告诉你 对不对 看看张学良 对不对 张学良关五十几年 你看 他叫你学张学良 对不对 所以你在台湾关一个几天 你会怎么样 对 对啊 所以就跟你讲说 真的叫夭西威 不要做这种缺德事情 真的 对 好了 那我们在讲 一直在讲说武汉肺炎 现在还有什么什么 刚才那个医师也讲 都说什么气溶胶 什么东西传染感染 对 我跟你讲 现在最大的问题 我刚才也讲了说的 那个那个班农 问了那个生化学家 他就告诉你这个病毒 叫做 do its own thing 对不对 这叫我行我素 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所以就跟你讲说 这个病毒 说实在真的是 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以前 我其实在很早以前 就已经分析过 现在找到这个 这个李宁 他的判决书 他被判12年 他就在武汉病毒 实验室里面工作 你知道吗 对 他为什么呢 为什么人家讲说 这个病毒是人造的 你知道吗 他这几年下来 把实验室里面的动物 拿出来卖 对不对 他出来获利上千万 你知道吗 好夸张喔 中国大陆就近视这种货色 走到哪里 都一直在卖东西 抽东西出来卖 大陆的有钱是怎样 是账面上 外表上看出来的啦 他内心里面是黑暗阴暗的啦 对不对 对 不要再说什么 祖国多好又多好 他这东西没出来 你知道他卖到什么 夸张的地步嘛 我之前不是说 里面实验动物 那个还在拿出来 网路上还在拍 还在卖那些野味 刚才不是伟洪老师也讲嘛 教科书还告诉你说 果子你全身都可以用 肉都可以吃 你看 咬那有的没的 对不对 这个你看 他拿出来卖 他连牛奶 做实验的那个牛 不是说产牛奶 他牛奶都可以卖 你看 夸张喔 那真的是人家吃人不吐骨头 他是连骨头都吞下去 你看 连这种你也要穿 穿得最好 你看 我就告诉你说现在 以前大家觉得说 中国大陆是一个金库 对不对 金库大家就为了要赚他的钱 可是我现在举例 我讲这句话虽然有点 比较那个 可是我说实在 这也是实在话 你看现在日本那个 钻石公主号对不对 为什么日本这次防疫怎么查 你觉得说日本很卫生 去过日本人都知道啊 很卫生的啊 他们的工位做得非常好啊 对 那为什么这一次日本的疫情 感觉他们虽然经历 那个传染的不多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对这种事情束手无策 为什么 因为日本今年有东京奥运 要举办嘛 他之前还在跟 他就相信WHO啊 他就跟你讲说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那么厉害啊 所以他就开始跟你闭上眼睛不看 你事实真相啊 搞到现在你看 所有的钻石公主号的那个 染病的人全部都在挂在你 日本的帐下 所以今年东京奥运要不要办 对中国大陆肯定不可能派对去了嘛 那你日本现在怎么办 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什么 新加坡 也是很干净的国家啊 也是工位系统做得很好啊 这两个全世界最清晰的国家 你看新加坡现在李显龙昨天都要出来辟 都要安定民心你知道吗 为什么新加坡也是 为了这件事情 他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 对 为什么今年新加坡要办什么 航空展 接下来办什么F1赛车 对 你看这都为了要贪钱 而且他的金沙酒店圣淘沙赌场 全部都是入客啊 他都不敢告诉你说这不能来啊 所以人家倒数好你要赚钱没关系 你们对照一下澳门赌场 澳门赌场因为因为他疯得着 你看澳门现在的疫情没有那么严重 好啦那你现在为了要赚钱 你看你你你你现在不是惨了吗 对 所以跟你讲说 不要因为你你很多事情 你故意看不到 故意听不到 说实在事实就是这样 我要呼吁台湾的这些政治人物 尤其像陈明通 那吃饭没用生的做这种事情 我再讲调一遍 台湾现在防疫有可能突破的缺口 就是中国撤侨 对 就是中国要回来的那一批人 对 已经出包过一次了 那接下来就是钻石公主号上面的那些台湾人 现在要怎么处理 对 要不要先准备好任何的防疫 说是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之后 我们再慢慢把这些人接回来 对 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再什么开什么专案 开什么什么什么特例 在开什么有的没有的 陈明通昨天就是要开专案 开这个专案有用吗 台湾人不需要这些东西 台湾人要的是什么 继续把台湾家园固守好之后 我们再来帮助在外面的那些台湾同胞 怎么样快一点回台湾 对自救才能救人嘛 所以这是网友在乎的点 那昨天其实陆委会突然 这个书面发了这个宣布之后 这个网友舆论哗然 后来这个被骂了以后 陈明通还讲了一个小明的故事 结果这个小明的故事 连民进党内部都看不下去 王定宇也出来骂说这是欠骂 然后议员立委就开始问 小明是谁 那小明的爸爸又是谁 为什么他可以有特权让你去 这个宣布这样一个政策 怎么会搞成这样子 你看我们政府的防疫做的多好 蔡总统运气多好 找了一个诚实中来 对不对这样子安定大家的心 结果现在陆委会突然 跑了这一招出来 所以现在有很多阴谋论也出来了 韦翰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件事情 然后另外就是真的呼吁一下 这些爬爬哨的人 如果说你在外面再继续爬爬哨 真的把你关到龟山岛 当然好你龟山岛现在是不太能关人 这个他上面的设备比较少 但我们先放下龟山岛 我们来思考小明 这个24小时之内 台湾人都在思考小明到底是谁 那他现在要怎么办 还有小明的爸爸到底是谁 因为在过去我们很漫长的一段时间 小明都是如果出现在故事中 可能就是会爆炸的一个人 小明出门就爆炸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陈明通昨天为了解释他们下午 发了这个稿 现在现在征典很多 但是现在最新的发展是 网友对于陈时中部长进一步的肯定 因为部长出来说了 现在看他的真正点就是你当初 小朋友选国籍的时候 你就选了中国籍啦 所以你当初这样选 你就自己承担嘛 如果你当初选的是台湾籍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那你现在的这些人选 之所以选中国籍 他其实有两面沾光的意思 就是他会觉得以后可能家长 他们家长判断以后中国发展可能会比较好 那台湾就有一个居留权 就可以用健保 就是这样子 对讨厌这一种 特别是台湾还有兵役啊 这个虽然我们现在是四个月嘛 就不用当兵 但是如果是中国籍就不用当兵 有很多种考量利益考量之下 所以他选择有台湾的居留权 然后再有中国的国籍这样子 那当然你当初做这个选择 现在就要承担啦 你就进不来嘛 不管你是什么 像之前提到明确的个案去日本完了 后来回来卡关 好 那我们先来思考 原版的小明的故事 因为下午路也会发出那个稿子的时候 因为他写了很长那个语句什么 有居留权及陆沛的子女什么很长 大家就想说到底是要开放陆沛 有居留权的还是陆沛的小孩 所有媒体的辩论都乱成一团 所以我这边再讲一下 因为他是说陆沛中国籍的子女 甚至都可以来探亲 陆沛中国籍子女还不见得是跟台湾人生的 对 原来是讲一场传 对啊 这个太夸张了 陈敏隆晚上他稍微把这个范围收敛了 要注意他讲小明的故事的时候 是把下午的故事缩小了 范围缩小 他缩小到一个小明 这个小明他是跟着陆沛 不一定是妈妈也可能是爸爸 在过年的时候返回中国去探亲 然后探到一半台湾这边封关 你这个陆沛当然配偶可以回来 但是你如果不是配偶的话 不是陆沛的话 那你又是陆沛的小孩的话 就会卡关了 那他说现在就担心说这个小孩 在那边没有办法获得良好的照顾 因为外公外婆 阿公阿妈可能太老了没办法照顾 所以就要想办法让这个小孩能够回来 这是昨天第一版的小明 第一版的小明 我要强调原始版小明 好这个小明该怎么办呢 所以陈敏隆昨天说未成年之女 这个那边的亲戚没办法照顾 好 可是这个原版的小明故事 一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开始问 像刚才又齐有提到爸爸是谁 他爸爸到底在搞什么 这第一个问题 爸爸如果是台湾人 或者其中双亲有一个是台湾人 请问那个台湾人到底在搞什么 为什么你不能去那边救他 或是怎么样 因为还是有很多人去中国 现在去中国要反共啊 就是回去上班等等 第一个 爸爸是谁 那他的爸爸是谁 那他爸爸是谁 会延伸到为什么这个爸爸 可以找得到很多的立委 去影响陆委会 因为现在传出另外一个消息是 陆委会之所以会过这个案子是 想要推这个案子 是因为很多立委在请托 那到底是这位小明的爸爸是谁 可以请托非常多的立委 这是其中的一个梗 另外一个梗就是陈敏通的 在讲小明故事提到了 他说跟着妈妈去中国了 然后在那边没办法照顾小明 那边没有亲人可以照顾小明 所有人都要问那他妈哪里去了 他是跟着妈妈过去 然后妈妈自己回来把小孩留在那边吗 这逻辑也不太对吧 就是那当然你可以说是 妈妈就没有办法跟着一起回来 就留在那边 那就有妈妈在那边照顾了 所以他就会有一个逻辑性的问题 如果你妈妈还是在那边的话 那就妈妈照顾不就得了吗 所以这个小明不是要讲说 越来越复杂了 妈妈失踪了吗 爸爸的只是安公 妈妈的真的很可怜 可是这整个故事会越来越写疑 请问会出现这么诡异情境 就是妈妈把小孩扔到那边 我自己先回来了 然后小明就在那边的 这种家长有多少 如果有的话应该要侦办 已经不是什么通案处理 简方要主动侦办了 一去一个小孩 一去一个子女在那边 未成年子女 所以现在问题越来越复杂 所以解释到昨天晚上的时候 民进党委员也没办法护航 那今天早上就引起了蛮多的讨论 最后面据说是总统才了 总统才是就是说那这个案子就停 所以陈时中就出来宣布就是说 昨天讲的这些撤销 妈妈把小孩扔到那边 我自己先回来了 然后小明就在那边的 这种家长有多少 如果有的话应该要侦办 已经不是什么通案处理 简方要主动侦办了 一去一个小孩 一去一个子女在那边 未成年子女 所以现在问题越来越复杂 所以解释到昨天晚上的时候 民进党委员也没办法护航 那今天早上就引起了蛮多的讨论 最后面据说是总统才了 总统才是就是说那这个案子就停 所以陈时中就出来宣布就是说 昨天讲的这一切撤销 但是昨天在讲这一切的时候 陈明东在讲这一切的时候 陈时中是坐在旁边的 所以现在还是有一个真点 就是在于说 昨天入委会第一波出来的这个决议 到底给谁去议 给谁去决的 决心是谁决 因为你要过一个 不管是什么公文的韩式什么的 他盖到谁 那到底有参想谁 那时候陈明东说有问过国安高层 又问过其他部位 那现在大家都在追问其他部位是谁 那还有就是到底那些 非常有力的立法委员到底是谁 非常关切立法委员是谁 当然说你还是小明的爸爸到底是谁 对 而且陈时中是不是知道 所以他想说你们当初自己不选 中华民国国籍的 因为昨天到最后面 限缩到最后版本就是说 这个刚好就是有一个陆配的子女 他是没有中华民国国籍 但他就讲说是真的非常罕见 到底有多少 可是陆委会也无法掌握 就是他勾计也勾计不出来 这有点难以自圆 会不会过来过去 台湾就只有那几例 会不会就很明显 就是大家就知道 就是这个小明爸爸是谁 搞不好就跑出来了 那他们可能会进入各资法 又会说 我们不能让你知道小明爸爸是谁 讲出来就变全民公敌 对对对 所以现在就是会有很多各资 为了保护当事人 我们就会做出非常多调整 那在现在喊停 我认为的确 这个的确是应该喊停 因为百姓不能接受 那加上我们防疫能力会有问题 不然你突然进来 我必须补充一个资讯 像之前前一阶段 大家应该还记得有陆生 在炒出他们回台湾隔离 没有相关资源怎么办 其实我们大学老师自己也在炒 特别是国立大学 或是一些市立大学的专任的老师 他们说好你们港澳 乔生回来要做隔离 OK 可是谁去看他们 谁去管他们隔离的 谁去照顾他们 那个时候就在炒这个问题 然后大家就反映给教育部 可能是因为这个样子 后来就是港澳乔生一旅都不来了 不过真的还好有个陈时中 出来讲了这些话 所以安了明星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照陈慧文到昨天还在骂陈时中 听听他怎么讲的 来 佩芬姐 你怎么看这个陈慧文说 陈时中什么东西啊 陈时中是这个蔡总统的好运气啊 你看今天的网友这个上网是怎么样 你看他一出来讲话 大家心就安了 而且还有讲 你当初不选的中华民国国际 你怪谁 大家觉得讲得好啊 你怎么看 你知道吗 主持人刚刚讲说 蔡英文真的是运气好 因为他找到一个陈时中 坦白讲 就说上一次那个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我最初对陈时中印象没有 没有特别 但是这一次就觉得我一开始我就讲 他是真的非常稳健 然后他又不是那种作秀的人 然后因为他就也没什么表情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来 也不急也不慢 也不急也不虚这样子 那看起来就是个很好的医生 对 那医生看到病人一定不能紧张 你紧张的话病人比你还紧张 你搞不好手忙脚乱 陈时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医生 虽然他是牙医 但是医生的话他基本上在学的过程中间 那种救人的方式是对的 那我觉得蔡英文真的面很好 有这样一个卫生部长 然后有这样一个指挥官坐在那边 你在想如果今天那个指挥官换成成名通 或者是我们的外交部长的话 那讲话那样子的话就感觉就不太一样 就是说你外交部长骂什么 你在say hello之类的 结果大家今天笑说他被人家say hello 反正就是说陈时中是一个非常好的指挥官 那我觉得他很多顾虑 事实上也就是说为了台湾 就是说这个主角在外面 当然你说这些人几千人在那边 这个居家隔离 有没有人想溜出来溜搭一下 当然会有 因为就有这种人 很自私 那大陆上因为14亿人 那个知识人更多 那台湾你说有没有 比如说跑去人家游泳池游泳 对还去拜访朋友 他朋友真的很衰 到游泳池游泳 整个游泳池都被污染 如果他真的带圆的话 整个游泳池就被 任何人进去就完全被污染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就是说很恶劣 那你说在顾到这个之外 就是说除了这个医疗方面顾到的话 我觉得台湾有些部会 真的要非常努力 像我刚刚讲的经济的问题要好 其他的问题要好 你要去复苏这个经济 要去救这个观光业 都要同时进行 陈时中就是最好的一个榜样 他在他这个分类做的 真的是滴水不漏 你今天真的很难去挑剔他 那还有人说他自己打85分 很过分就是成为我那人讲的 问题是你自己是一个什么 我觉得常常我们在批评人家 所以我们自己要检讨 我自己是什么 我这样批评的时候 我有没有资格这样批评人家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当初是支持国民党的候选人 那你今天输掉了 然后你就针对这个人去骂人家 我觉得是不对的 你应该就是说 根据他的所作所为 你说他是什么东西 你要拿出证据来 你到底骂他什么 他说他不该登保评信号 因为万一上面有感染的话 那个是经过很谨慎的评估之后才去 然后他上去也事实上也差不多 搞不清楚状况不断讲话 才120几个人嘛 那你说 那个第一班飞机回来 有个带员的确诊病患 然后他就下面就 后来整个国家 整个政府就说 后面都不要暂时暂缓 我觉得这个都是权宜之计 不过请教他的医师 今天这个钻石公主号上面 传出来说 登船的日本检疫官 居然自己也感染了 而且他全程有戴口罩跟手套 可是今天官方出来的说法是说 因为他没有穿全身的防护衣 所以他就会被感染嘛 那还是说 也可能会有哪一些其他的漏洞 那像我们自己的话 那到底要注意些什么 那今天官 昨天副总统陈建仁有说 未来他可能不会消失 而是变成了流感这样的一个形态 周期性的这个会出现 所以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先讲一下那个 日本的那一位检疫官有被感染了 那我们当然有受到很多的询问说 他为什么会被感染 是不是他防疫做得不好 但我们再回到这一题 就是说我刚刚有提到说 在假设他现在的一个传染的途径 是飞沫 是直接的接触 是所谓的气溶胶 是所谓的排泄物质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头 若他一直反复的进出 在没有做好完全的一个措施的情况下 他本来就比一般人来的高风险 所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现在台湾的一个防疫 在目前来讲 我们确实是还没有发生 所谓的社区感染的情况下 我们在一个通风的情况 我们把原本的防线守好 基本上我们担心的 这个日本的这个检疫官的事件 如果运气比较好的话 我们没有在有更新的一些 疫情发展的情况下 他可能就不是那么的 需要担心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在讲到说 陈静人副总统 他在之前有提过一个口号 就是因为不是讲口号 一个名词 就是说 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恐会变为流感化 他的原因是大概怎么样 其实我们把几次的一个比较大型的病毒 所造成的一些疫情去做分析 一个是当时2003年的SARS 一个是2009年的H1N1 一个就是2019年今年的新型冠状病毒 三个疫情去做比较 我们最早的时候 因为它的一个形状也是属于这个冠状病毒 所以我们当时都把它跟SARS做比较 确实在最早的时候 然后我们看到的一些文献统计显示的数字 它是属于一个传染力高 死亡率高的一个病毒 但是在目前最近的一些统计数字 最新统计数字是发病人数有到接近45,000 死亡人数是1000多人 如果我们去换算 他去做分析 他的一个轻症率是大概八成 就是80%是轻症 重症大概是13-15%左右 死亡率大概落在2-3%左右 换言之我们可以说 他从过去我们认为他是SARS的这种 传染力低可是死亡率高的病毒 改成了一个高传染力低死亡率的状态 他恐怕会变成一个持续性 可能会一直存在在我们的 比如说冬天到了 有一些病毒会特别的活跃 他可能在这个时候又会再发生了一个问题 所以以我们一个防守的角度来讲的话 现在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跟过去的比如说H1N1 他比起来的一个很主要的差异是在H1N1 它其实是一个流感的病毒的这个状态 所以它其实是有快筛的工具 我们目前在台湾在做这个检测 是用一个叫Real Time PCR 那这个检测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高规格的定义的检测 所以变成我们没有一个筛检工具 在H1N1当时还没有筛检工具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方案叫325方案 这个方案是这样 就是说假设我学校有三天内 有两个人在同一个班级发病 他们这个班级要同时五天停课 现在的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跟过去的比如说H1N1 它比起来的一个很主要的差异是在H1N1 它其实是一个流感的病毒的这个状态 所以它其实是有快筛的工具 我们目前在台湾在做这个检测 是用一个叫Real Time PCR 那这个检测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高规格的定义的检测 所以变成我们没有一个筛检工具 在H1N1当时还没有筛检工具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很特殊的方案叫325方案 这个方案是这样 就是说假设我学校有三天内 有两个人在同一个班级发病 他们这个班级要同时五天停课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清楚哪些人可以 哪些人有传染力 那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在它有合并有症状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接触史 然后可能在X光里头肺部是有问题的 我们就会去做这个PCR嘛 所以我们少了一个筛检的工具 所以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个时间 可以让我们去研发快筛的工具 有一个比较有效率的药物可以去对抗它 那如果说疫苗是有发现 我们有三个工具可以去预防 假设它变成像流感化 一个可能会在周期性出现的 一个病毒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有比较好的一些对应测试措施 那因为现在的这新型冠状病例 之所以让大家那么困扰 就是我们并没有快筛工具 所以我们不能每一个怀疑者都去做 会去做检测 我们只有在一些比较高度怀疑者 我们才能去做这个确诊的动作 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应对的药物 目前当然我们有听到一些好消息 是有一些药物似乎有一些证实说 对于这些是有效的 但是药物还没有完全的确定是哪些药物 第三个就是疫苗也都还在开发阶段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可以防守好自己的防线 我们在这三步都有够准备的情况下 尽管它变成所谓的一个 可能周期性出现的一种病毒 我们至少有一些策略可以去对应它 就仿佛我们每年都会在冬天前 去做流感的疫苗施打 道理是有一点像的 不过医生我追问你一下 因为钟南山说呢 这个疫情呢可能4月份可以终结 可是呢这个陈建仁这个副总统又讲说 他可能会变成流感这样的一个形态 所以我们都会回想到 那个时候SARS的时候 那时候像我们做跑SARS的时候 感觉上SARS好像一下子 突然都无声无息了 这个武汉肺炎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就一下子突然都不见 有人讲说它是因为天气的关系 很早的时候我们在谈论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他们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还是不多 但是因为它当时长得太像SARS了 所以当时我们确实有听过一些说法是说 它会随着冬天结束夏天的到来之后 它可能会结束 但是我们在很多 因为这个还是得观察未来的迹象发展 但是我们有一些学者就不认为 它是一定会就像SARS这样 就消失了一个病毒 可能会变成 因为它的传染力真的很强 以现在我们说各种传染途径来说 它的传染力真的变得比较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或许就会变成是 一段时间出现一次 一段时间出现一次的一个风险 所以应该是说 假设它变成是这样 我们只要有一个 完全好的一个对应措施 它尽管变成所谓的流感化 或者是它变成是一个 我们常态性的周期性会发生的病毒 我们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它 以这个我们做防御的角色 或是我们自己病人本身 或是你自己是在看节目的本身 我觉得你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会比较稍微安心一点点 不过为它这个青黄 其实刚刚讲到这个WHO 日本真的被WHO害死了 因为它相信WHO说 其实可能疫情没那么严重 现在WHO才告诉你说 它其实现在在各国蔓延开来情况 只是像那种小火花一样 后面还会爆发开来 然后台湾是因为对中国真的太了解 所以而且我们不在WHO 其实也好险 所以我们不相信它所说所的话 所以你怎么看这样状况 WHO真的是非常的可恶 那当然了 这个政府到目前为止 像这个陈时中 你看就算陆尔会小小的吐嘴 可是陈时中出来之后 马上就可以把所有的这种谣言 什么平行下来 你怎么看台湾现在的情况 台湾现在状况 说真的 以为我们刚刚在讲日本的状况 因为大家都觉得 日本是医疗模范生 那为什么一个医疗模范生 会搞到说 到这个邮轮上面去做检疫的检疫官 自己也感染了武汉肺炎 结果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自己报导 你看这是日本独卖新闻的报导 日本的独卖新闻报导什么内容呢 讲给观众听 他说日本就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们相信了WHO给他们的工作方针 所以只要戴上口罩 戴上手套 其他防护衣都不用 所以他们就可以去做检疫的工作 结果就是因为相信了WHO 所以感染了武汉肺炎 所以你看WHO给的方针 到底是在帮忙还是帮倒忙 现在很显然是帮倒忙 到这个邮轮上面去做检疫的检疫官 自己也感染了武汉肺炎 结果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自己报导 你看这是日本独卖新闻的报导 日本的独卖新闻报导什么内容呢 讲给观众听 他说日本就是因为怎么样 因为他们相信了WHO给他们的工作方针 所以只要戴上口罩 戴上手套 其他防护衣都不用 所以他们就可以去做检疫的工作 结果就是因为相信了WHO 所以感染了武汉肺炎 所以你看WHO给的方针 到底是在帮忙还是帮倒忙 现在很显然是帮倒忙 可是你看同样是我们台湾自己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就是被WHO排斥在外面 因为中国的打压 可是你看我们自己的检疫人员 到这个保瓶新号上面去做检疫的时候 你有没有看到 我们的检疫人员自己是全副武装 防护衣穿得很完整 所以你看我们没有WHO的工作守折跟工作方针 我们反而防护的很完整 而且在陈时中的带头之下 反而打了一场很漂亮的保瓶新号的邮轮 让很多人可以放心的回家 所以你从里面可以看到什么事情 跟着WHO走的像日本的状况 检疫官中标 结果在台湾我们没有WHO自立自强 结果我们反而走过来 所以今天说真的 去批判说陈时中 这是不是个人作秀 爱出风头这个都太过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在日本的这个钻石工主要到现在 也还没有解决还没有落幕 而且还在扩大当中 但你看到在台湾的保瓶新号 陈时中上去呢 其实两个最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陈时中上去 是告诉那1709名的 这上面的乘客 告诉大家说我来了 我是要解决问题 你们可以放心 所以我们从后面看到的脸书 人家那个船上的乘客所发的脸书 就真的告诉你说看到陈时中来了 心安了一大半 因为相信政府真的是来救人的 相信他不会把我抛弃 然后第二个更重要的意涵是什么呢 陈时中这个动作也是做给全台湾 2300万人看的 告诉你我们有能力解决问题 相较于你现在看到日本的这个 邮轮的状况到现在没办法落幕 你再看我们的保瓶新号 这个就是给2300万人看的 那你去看这个信心跟信赖感的来源 就是为什么昨天陆委会的陈明通 捅了这么大的一个篓子 制造了这么多的问题 然后每个人都在问小明的故事 完成版是什么 然后到了今天 你看昨天下午其实火就在烧了 而且我听到的几个民进党的委员 其实他们的支持者 狂涌入打爆电话 几爆LINE的都有 他们基本上民进党很多支持者 也是抗议嘛 认为说陈时中不断的在把防疫的洞 给补起来 你如果会怎么自己反而帮忙 再开动开小门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 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初讲说 不要各个部会 各自表态自走炮 应该把所有信息交给陈时中 由他发言 你知道你作战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指挥官下达指令 不会是七嘴八舌 所以不要讲他爱出风头 那是没有的事 本来就应该由他统一发布行为 而且现在防疫做的那么好 其实坦白讲 执政长需要小心 不要再出这种租队友 有一次两次就算了 所以后面这个真的要小心 不过问一下这个博弈 陈慧文说陈时中什么东西 然后昨天赵召康说 也防疫做的好 那是因为蔡英文的这个运气好啊 所以你怎么看他们的说法 我们先翻两个讲好了 我们先讲慧文哥讲那个 陈时中部长我觉得辛苦认真 这个我觉得给你赞赏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小奇怪的地方就是 好像陈时中部长去保评信号的时候 那时候网友说战有种 因为他也只带了口罩跟手套而已 他好像也没在防护衣上去 还记不记得我们当初讲说 不要各个部会 各自表态自走炮 应该把所有信息交给陈时中 由他发言 你知道你作战的时候 你只有一个指挥官下达指令 不会是七嘴八舌 所以不要讲他爱出风头 那是没有的事 本来就应该由他统一发布新闻 而且现在防疫做的那么好 其实坦白说执政长自己要小心 不要再输这种租队友 一次两次就算了 所以后面这个真的要小心 不过问一下这个博弈 陈慧文说陈时中什么东西 然后昨天赵少康说防疫做的好 那是因为蔡英文的这个运气好 所以你怎么看他们的说法 我们先翻两个讲好了 我们先讲慧文哥讲那个 陈时中部长我觉得辛苦认真 这个我觉得给你赞赏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小奇怪的地方就是 好像陈时中部长去保评信号的时候 那时候网友说 赞有种 因为他也只带了口罩跟手套而已 他好像也没在防务衣上去 所以为了他的安全起见 我建议他赶快先去桌下筛检好了 因为毕竟日本的防疫官出事了 我们不希望陈时中部长 有接下来有任何的损伤 这是我们国家的损失 不行 麻烦去感觉说检疫一下 也第一个重要 可是我想真的我没有酸他 因为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 再第二个东西呢 你说蔡英文硬去代好不好 嗯 我不敢说蔡英文运气好还是不好 因为他算到了陈时中 但是漏算了陈明通啊 所以我就想怎么样 漏算了一个这个东西 但是我觉得陈明通有点委屈啦 我就有点在背黑锅 为什么这么讲呢 昨天我们的陆委会在防疫中心 开记者会的时候 请问一下陈时中部长本人在哪里 就在陆委会的官员旁边 那昨天为什么没有国籍的问题 而今天有国籍的问题 我不晓得 网路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很多 再第二个 今天让这个我们的陈时中部长出来讲完话之后 国籍问题不行 然后我们的定调就是之前陈委会的这个提案撤回 不通过 就有一批的网友啊马上到蔡英文的脸书上啊 歌功颂德啊说啊好险我们选了蔡英文当总统啊 哇哇这个也真的反应真快啊 请问一下昨天陈委会公布的这个讯息跟包括的政策 蔡英文真的完全不知道吗 或者是苏贞昌完全不知道吗 我相信网上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因为毕竟陆委会只属于行政院下面嘛 我相信这种重大的政策 他敢直接发布吗 我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说这事件竟然已经发生了 总要有人出来线头嘛 好像陈明通就委屈他了啦 相信这种结果大家一面就是导致罵陈明通 搞不清楚状况啊 明明就是防疫的问题很多 你觉得还敢讲这些东西 你是租队友扯后腿 那既然是他是租队友扯后腿 我觉得陈明通要做好心理准备啦 你可能下一个职务要到别的公营企业当董事长了 可能不是这个位置的对 但是可是我还是平行你讲一句话 我觉得蔡英文政府民党政府这回防疫做的 我觉得的确是好 而且你说我们疫情控制人 不管是跟香港啦泰国跟周边国家 新加坡比起来真的是很不错 所以说在很多细节的部分 我还是希望能够稍微确定一下 因为刚刚一开始我本来就想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觉得防疫做好小缺点是什么 就是我觉得政策的一些在宣导的方面 有一点不太的稳定 那现在到底我们的捷律上 到底你们要不要戴口罩啊 你像刚刚讲说封闭的公车上 就封闭的那个空间 公车上到底要不要戴呢 对这个我又不晓得了 所以说口罩这部分其实有或者没有 我觉得不是重点 重点是明星安不安啦 像明星安稳定政策 我觉得还是重点方向 所以医生封闭的 对啊